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报告了他所在医院的这个呼吸科传染科 隔离了一些病人 被确诊了七例跟萨斯状况差不多的病情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新的名称 还不知道叫武汉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就说是有可能是感染了萨斯 但是这个事情呢 在网络上有人说是被监控所发现 也有人说是有人举报 被警方就传唤 传唤呢就认为他是在造谣传谣 并且要求他这个写那个认错书 他在压力下被迫在认错书上签了字 但实际上后来随着这个疫情逐渐的公开 但公众了解了真相以后 觉得他们这八个人实际上是武汉这次 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个暴露真情的英雄 那不应该对他们进行这样的处置 那么官方后来可能也意识到 对他们这种打压是不合适的 但是呢又把他们这些医生 派到这种抗疫的前线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本来是 不应当派到这个什么传染科呀 呼吸病科 但是结果呢 这个他还是被派去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不幸又被传感染上了病毒 所以我们在想这个到底是一种工作的必要 还是官方辞机报复 有意的派他去做这种危险的工作 那当他得了病之后 是不是对他采取了正常的抢救的措施 还是说有意的不管不问 因为我们看到在那之前 他也发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图片和信息 似乎当时官方也没有采取 什么有效的措施来抢救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美国这种特效药 瑞德西韦已经在武汉的金银潭医院 对770多个病人开始应用 而且应用的时间已经不止一天了 那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李文亮医生身上 来采用这种特效药 所以现在呢 他的死去激起了纵怒 包括官方我看到有些媒体 据说人民日报 好像对李文亮现在也开始 有了一些正面的评价 这就说明了 这个中共控制下的这些媒体 现在也是发生了一些 不像以前那么整齐一致的声音了 这反映出中共高层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国务院系统 跟习近平所控制的这种党务系统 还有这些军队系统 它是有一些分别的 更加的愤怒 一方面为李文亮这样的英雄 这个不幸病逝而感到痛心 另一方面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模式 处理机制有着强烈的不满 尤其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刚愎自用 完全不顾中国老百姓的这种生命的危害 居然那么多天一开始就压制 不让公开这种疫情 所以习近平他自己也是向外界 等于公开的承认 说从头就是他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那么现在疫情发展到这么样严重的程度 习近平是罪责难逃 但是我们到今天都没有看到习近平 所谓清零武汉市场 那么就是说他也是一个贪身怕死的人 根本在关键时刻是没有担当 没有作为 他这个好像隐身匿迹了很长时间 才发表了有关防疫方面的一些指示 但这些指示都属于那种官样文章 纸上谈兵 他根本就没有勇气到第一线去清零市场 目前来看 全国大概有将近30个城市被封城 老百姓的生活各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如果没有美国的这种真诚的帮助 把这个特销药的这种分子结构 配方就是允许中国在一段时间里边可以使用 但是与此同时大家也看到了 这些武汉病毒研究所居然可以恶心到 在中国抢先抢住这个专利 这种做法呢 就是人家在看你有生命安危的情况下 给你最真诚的帮助 你却利用这个机会 想发这种灾难财 这个确实是让大家无法接受 疫情呢 反映出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国体制 在很多方面是低效的 滞后的 封闭的 而且他们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你看到现在在武汉 我们看到有大型的体育场馆 宅览中心 布置了上千张甚至上万张的病床 没有任何的隔离 所以大家都在怀疑说 这种如果把病人都放到这里面的话 就算没有病也会相处的交叉传染 如果都是有确诊的 这些病人进去的话 那有假如说没有特效药的话 他们不就是等死吗 还是靠自身的免疫这种能力 自身的抗体来抗过这一关 所以现在来看这个中国 在这一方面就是17年之后 并没有比萨斯那个时代 那个那个时段 这种对应对公共卫生重大事件 有更大的进步 反而在某些方面是一种退步 这充分说明了习近平的这种 这种蛮横愚蠢和这个 就是说刚愎自用吧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说现在 我想这不仅仅是老百姓 这样一种愤怒的情绪 无法遏制 就连中共高层都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一些质疑 至少在很多方面 是不认同习近平的这些做法 我们也看到了两位学者 一位是徐志勇 婉转的就是 挥切习近平主动的让贤让位 还有呢 许章润 他呢就是 用一种激愤的心情 写下了一个讨习的西文 也是对中共体制的这种 非常严厉的批判 他的标题叫做 人民不再恐惧 当然我更看作是一种良好的意愿 到目前为止 中国敢于抗争的人 并不是那么多 不是说他们内心没有愤怒 而是说在生死面前 在家人和多方面考虑面前 他们都压抑 大家都知道 武汉人天性里面 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 被人侮辱的 过去一个老话叫做 天上九头鸟 地下湖北老 说多少个湖北老 还抵不上一个武汉老 这一个说法 那为什么武汉人这次在 这样的重大疫情面前 还能够忍得住 那是因为中共的维稳体制 尤其是发生了疫情之后 各级机关部署下去 层层的严防 叫严防死守 所以我想 你要有组织的行动 或者要号召来集中的干什么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种状况 一直延续下去 当把很多普通的武汉人逼上绝路 死路的时候 他们也会发出愤怒的怒吼 到那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反抗 甚至是极端的行为发生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看到了有些极个别的案例 就是那种在绝望的情况下出现的极端的 过激的行为 那么在这之前呢 这些武汉的这些病人们 经常是得不到有效的救治 我看很多的网友发出的那些信息说 家里边人或者他本人已经感染上了 要求医院搜治 医院都拒绝 说只有确诊的人才能搜治 那确诊的标志是什么呢 是要用那个实验盒来确实的验证 说你的核酸是超过了那个指标 但是谁能给你做这个核酸的测试呢 只有一些指定的医院 而你到那些指定的医院要求测试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回家等待 把你的名字登记上去慢慢等 有的家庭呢 等了两到三个星期都没有等到 眼看着病人就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的已经死去 所以这种基本上 你用什么样的这种手段 你去呼吁 包括像媒体 像湖北电视台 武汉电视台 人民日报 这个新华社去反映 最后都是如大石城海 石城大海 就根本就没有反映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很多的老百姓感到绝望无助 绝望无助 他们如果向海外媒体来报道 那么就会被警方找上门 动不动就说你是传谣造谣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种完全封闭的 禁止人们发出真实的声音的做法 只会使得疫情更加的严重 人民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这种情况我相信 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夏律说 八九六四以后啊 其实中国人面对着很多公共事件 他们似乎已经不再愤怒了 包括雷洋事件呢 包括很多 但是在这一次啊 几乎是完全一边倒 我看到朋友圈里面了 就是有一些 我们甚至可以说粉红类的 或者说一直就唱高调的 这些人也开始在愤怒 似乎就像一个火药桶要爆炸 为什么啊 李文亮医生的死 会引起舆论这么大的反转 我想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武汉人没有遭受这么大的灾难 即使萨斯那个阶段 也没有遭受这么严重的灾难 那么现在这个武汉地方政府 湖北省政府 这个从党党的系统到行政系统 都表现出了一种独职行为 或者讲玩忽之手的行为 而这种行为呢 又是间接的 是由中央的那些 支持的不下指令 造成了对时机的延误 所以这种情况呢 已经不是个案个例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了 非常奇特的那个一幕 就是本来据说国务院系统 是打算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按照2003年处置萨斯的方式 来进行处置 但是中央一直不批准 也就是习近平不批准 那么李克强也就没办法作为 一直到后来 这个李克强被临时授予 这个小组长的这种头衔 他才不得不去进行 所谓的抗疫防疫的第一线的领导 但到那个时候 已经情况非常的严重 也没有一些特效药 或者手段来阻止 那么那个时候 其实习近平是想推卸责任 但是当人们对李克强倾赴前线 有一些正面的 肯定的战役支持之后 习近平又生怕 这个功劳落到了李克强身上 赶忙就像这个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表明说中国的这种抗疫 武汉病毒的抗疫的工作 一直是在他自己的亲自指挥 和亲自部署下进行的 这就其实也是向外界公开承认了 就是说他们没有进行有效的初期的处置 所以才使得武汉疫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所以这个罪责是难逃的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是没有办法推卸这样的责任 下来说习近平一直在吹嘘他的四个自信 即使到目前仍然在每次会议上 都要强调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等等 但是言论自由他为什么这么惧怕呢 因为言论自由有利于进行社会灾难的预计 中共到底恐惧言论 恐惧什么呢 因为中共的这种多年的专制这种治理模式 他们深怕老百姓获得真实的信息 深怕这个老百姓对他们提出质疑和挑战 所以他们宁肯把这个就是老百姓啊 他们这个让他们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 就像朝鲜那样统治觉得是比较简单 毛泽东时代那种统治比较简单 但是现在毕竟是互联网时代 无论你怎么封杀 总还是有人能够翻墙 有人能够知道真相 那么哪怕是口口相传 还是有一部分人能够知道 所以这种做法呢 是类似于慢性自杀的这种行为 那么他们就是对这个言论自由的 这些积极的倡导者进行这个攻击和打压 包括对高校的教师 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推行的所谓七步讲 那就是封杀自由知识分子 封杀公共知识分子 然后对高校里边的教师 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 要求学生研究生教师都要学习 搞政治学习 有点类似于文革时代那种 强行的政治学习 所以这种做法呢 就是一种将死的教条的东西 再继续的延续下去 然后在疫情面前 如果是互联网开放的话 按道理来讲 对普通民众获得外部信息 寻求国际援助 不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呢他们恰恰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一个是压制这个信息 不让 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做一些极其让人无法接受的 恶心的事情 比如说抢住专利啊 比如说他们抢先发表论文啊 并没有在防疫本身方面下很大的功夫 却是为了个人或者团体的名利 为了统治集团的这些利益 来做这个处心积虑的小算盘打来打去的 所以这样的话又激起了名分 那么许专任这次的文章啊 说人民不再恐惧 这是一个良好的意愿 我相信有一些人是在被逼到绝路的时候 那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连死都不怕 还会怕这些言论上的这种打压吗 但是呢 如果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没有觉得绝望的时候 老百姓还是恐惧的 所以恐惧的人还是占据大多数 那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受到影响的城市 差不多有30个城市 这个涉及的人口 至少在1.5亿以上人口 现在这个范围还在继续扩大 据说上海市也可能要封城 所以这样的话 几项那个在累积的话 可能会达到两三亿 就是说甚至更多 就我没有这个进行统计 所以呢 我只是一个简略的估计 就是说这么广泛的人口 如果都受到这种病毒的威胁和感染的话 然后又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处置 那么这是应该说 中国近年来很少见的 重大的公共危机 那面对这种公共危机呢 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的这个如果将打分的话 是完全不及格的 而且他贪生怕死 至今不敢到武汉去清零市场 然后呢 他也会把其他人当作替罪羊 而自己呢不承担 应该承担的这些责任 所以呢 党内如果要是真正能够各方各派系联合起来 那集体逼宫 让习近平下台 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开端 但是也有人说 即使习近平下台了 按照目前的中共统治模式和机制 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开明的人 能够掌控一切权利 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 根本性的制度改造 所以呢 那可能对中国人来讲 会出现更多的乱局 还有人说 习近平在这个让中共灭亡的道路上狂奔 实际上他在加速中共的灭亡 所以最好呢 是不要再唤其他的统治者 就让习近平蠢下去 蠢到底 把人民 整个的中国的百姓逼急了 大家集体造反 这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判断和这种义愤 但是究竟哪一条路才是最适合的呢 我个人呢 就是一方面 也觉得推翻中共统治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也知道 在这个断产的几年时间里边 也不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如果要是我们不去阻止它 又不去换这些模式的话 就会有可能使得中国老百姓 遭受更多的灾难 死去更多宝贵的生命 你比如像这次疫情 如果继续的扩研下去的话 会使很多无辜者 献出宝贵的生命 而现在美国提供了这种特效药 中国官方居然就是令人发指的 说美国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 这种话简直是颠倒黑白 没有人性 而且是恩将仇报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做法 下面说有几个四十六点下请您点评 第一个就是武汉的方舱医院 就是征用一些大型的体育馆 一些展览馆 建上千个床位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似乎后勤保障等等 您觉得这种方舱医院 能够有效的隔离吗 一个是在一个很大的体育场馆 或者会展中心放置上千张 乃至上万张病床 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隔绝 我们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 是1918年在西方一些国家 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这种大的场馆 放了那么多的病床 但是他们都有帐篷来隔离 所以还能起到一点稍微阻挡的作用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不仅没有阻挡的作用 而且有些地方还放了上下床 上下床对于病人来说难使用 所以这个做法真的非常奇怪 另外就是说 有的人判断 只是一试的话 你把他们放在一起的话 如果少数有被感染的 就会传染更多的那些 没有受到感染的人 这像交叉传染会扩大这个疫情 但是假如说都是已经确诊的人放在一起的话 那恐怕在没有特效药 在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 只能被动的等他们自己死去 或者靠他们自身的这种抗体 免疫能力来度过难关 所以感觉官方是在想把问题 用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 而并不是想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所以这种做法是非常令人深疑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确实不太理解 夏律师 您刚才提到了美国给了一种 支持中国一种心意 叫维德西维 但是中国的病毒 武汉病毒研究所去抢住 我就感觉这个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就像那个疾控中心也是一样 你这个武汉病毒这么严重 他居然去抢了发论文 这边这个人要救命 他抢着去抢住专利 他们到底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跟常人 跟正常人的思维不一样呢 我过去也讲过多次 我说当今的中国 已经失去了这个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那种伦理底线 很多人是急功近利 都有很多的造假行为 过去造假的案例是层出不穷 包括所谓中国芯片呢 是仿造美国的 直接把上面的商标打磨掉 加上自己的这个芯片标记 这样的话就骗取国家 几千万上亿的这种研究基金 同时呢 集体造假 就是涉及的人员 包括几百人 甚至上千人 而且国家很多部委 中央都涉及其中 所以后来很丢脸 被人揭露了之后 他们也不敢公布这些真实的情况 就要掩盖真相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有的时候 他们是为了抢先发表论文 据说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面 发表一篇论文 不要说是在中国了 就是在美国地位都很高 可以三年五年 你不用再发表任何东西 你就可以包拯无忧了 那么对于中国科学界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抢先发表 这方面的优质论文 那就意味着他今后 当什么院士 享受那种国家级的待遇和科研经费 甚至建立特别多的实验室 这个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他们是被这种利益所诱惑 急功近利 根本不去考虑 这个病毒会给中国人 给武汉的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并没有从这个方面去下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一月初 其实就已经掌握了这个病情的真实的情况 疫情的这些情况 他们是完全有可能采取一些对策的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反而呢 配合中央来隐瞒这个真实的情况 同时抢先在国外发表这样的论文 另外抢筑专利更加是荒唐的 是一种海盗行为 我们知道按照目前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这种惯例 原创性的专利发明权 美国已经注册了 就是这个药 瑞德西韦 他只不过在特殊情况下 在疫情当前的危机情况下 允许中国 把这个有关的分子室和配方告诉中国 允许他们在4月17号之前来使用 无偿的使用这样的一些技术专利 这并不一辈子把技术专利转让给中国人 所以如果中国人利用这个机会去抢筑的话 只能让国际科学界赶到中国科学家的这种 没有良知底线的这种无耻行为 而且他也不能够成功 因为在全世界范围都会对中国这种海盗行为进行抵制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国际科学界封杀中国 未来出现新的药 新的专利就不会再让中国分享 不会让中国获得这种先进的科学手段 所以这些做法就是一种饮症止渴的做法 居然中国还有一些所谓科学团队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团队的问题 而是整个中国国家科学机制需要反省和整改的 引导了这样一个最关键的试点 但是习近平当局的这些人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有没有这种要扭转这样一个格局的决心和勇气 这个我觉得我是不抱多大的希望 夏德州 在这个川普总统的弹劾 这个案件已经落地 川普总统被宣告无罪 在同时在前一天 在国会进行的国情咨文演讲中 川普跟佩洛西似乎发生了一点问题 佩洛西在他演讲完以后 当众撕了他的手稿 我这是在想一个问题 美国的议会跟总统的关系 他似乎并不惧怕总统 也不是总统的附庸 那么我们的人大会也即将要召开 您觉得我们的人大代表能够弹劾习近平吗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而且是以这个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为基本构架 这个三权分立呢 就是说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分开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对总统有一定的制约 同时呢 美国总统也可以动用一些总统的特权 下行政命令来规避 参众两院对他的约束 所以这是一个博弈 没有说哪一个方面是绝对的拥有 压倒一切的这种能量或者是权力 当然我们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 这个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斗的 但是现在这一届川普当总统之后 共和党对川普的支持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百分之九十几的支持率 然后民主党里边也有一部分人在关键的投票时机里边 反而为这个共和党的一些提案投赞成票 或者为民主党的一些提案投反对票 这也说明了这个川普执政以来 有很多实际上的这个建树 使得这个民主党内部也发生一些分化 但是Nancy Pelosi呢 一开始她是不愿意弹劾川普总统 其实关于弹劾川普总统的提议 不是现在才有的 是从他上台以后没多久就有了 一直有人提 包括那个著名的所谓四人帮 那几位这个少数族裔的领袖 年轻的女性包括AOC 她们都是非常强烈的要弹劾川普 过去Nancy在这个问题上 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认为不够审慎 不到理由非常充分的时候 是不能够发起这样的弹劾 一直到川普后来跟乌克兰总统通话之后 有关部门提交的这些情报 使得Nancy Pelosi 一方面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压力 另一方面呢 她觉得证据 这些理由已经比较充分 所以呢 她要决定发起这样的一个弹劾 但是到后来呢 显然这个最终被辅决 被辅决的话 就是这个弹劾基本上就流产了 那么在川普总统 硬要进行国情咨文发表的时候 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 就是川普开始演讲的时候 Nancy Pelosi是伸出手 准备跟她握手 但是被川普 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了 有人说这是对议长的一种藐视 但是也有可能是川普呢 没有她当时可能没有看到忽略了 也有可能是她故意的就没有打算理睬 这个川普 Nancy Pelosi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没有互动 这是真实的 以至于当他 就是川普完成了 他的那个国情咨文报告 主题的内容就是 伟大的美国又返回来了 就是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政绩 包括失业率降低到 50年来最低程度 然后美国经济 尤其是股票市场 现在出现了连续的这种 乐观向上的这种趋势 还有很多方面吧 就是包括跟中国的 这个贸易谈判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所以这些呢 就是川普呢 就是觉得很有信心 然后也采取了很多的方式 来肯定自己的政绩 那Nancy Pelosi呢 就有点失态 后来她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就把那个国情咨文 她手中的那一份稿子 就把它撕碎 这是在这个中共会回之下 做这样的事 是有失于作为国会 众议院议长的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职位 不应该做出这样的 比较浮浅的 比较这个有失尊严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两党争斗 现在已经到了 差不多是白热化的程度 但是接下来 民主党也没有多少好牌可以打 他基本上对川普呢 是无可奈何 而且从大选的这个选情来看 川普现在还是遥遥领先 所以我想 很难再撼动 这样一个基本格局 无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还是社会主义者 Bernice Sanders 还是另外一个社会主义者 伊丽莎白 沃伦 还有年轻的那个市长 南德式的市长 我觉得这些人几乎都不可能成为 川普的真正对手 那么现在这个基本的大势已去 当然我们要看最后 他们的最后的这个辩论 也是非常有意思 很精彩 我们一定要看 观众朋友们 下一张教授认为 李文亮一生 作为武汉肺炎第一吹哨人 被警方殉警 致死都背负着造谣者的污名 李文亮的死告诉我们 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社会就没有预警机制 灾难就会再次降临 中国人会为言论自由拼死抗争吗 我们拭目以待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艺良教授 谢谢大家 高教授 速度 转发